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去年一样就是不去期待 不去设想也不预想 他当他发生的时候自然就发生 当他到来的时候自然就到来 去到哪个地方 那个地方一定就会给你带来 不同的遇见的东西 遇见的事情 遇见的人 幸福三龙路士吧 就是很喜欢那种慢生活 这种生活观察类的 当然是恐怖王子啦 恐怖王子第二集互动剧 特别的撩人 我最喜欢看的腾讯视频节目 是创造于2019 那里面有些高压老 好老有意思 唱歌老好听 心动的信号二 像包含心动的信号一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每次都回去看 因为有的时候看完了 当下其实有点不太知道自己说什么 然后再回去重新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 原来有好多点是自己当下没记住的 我会看很多 然后特别重视 脱口秀大会 然后有一种头脑风暴的感觉 看巅峰对决 其实我每一期录的时候 都会在冰姐身上学到很多很多 创造营啊 然后一些我们团体会去参加的 什么行动的信号 或者一些 就是我还蛮会回去看我们的第一季的大团组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让人放松心情的一个综艺 然后就回想这一路的点点滴滴还蛮有意思的 我最近就是一直在看 演员请就位 每一期都会追 能学到东西是很多的 感染力也很大 超新兴全运会 其实潮渐战季确实还挺不错 这个给音乐人还有艺人和 偶像音乐人的这个 发展的空间很高 我觉得 复潮大会 我真的是有客 每一季都有 每一季的每一季我都有 最近 曾经是有一档演员的节目 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自己是一个上系的大学生了 所以也要了解一些 比如说客上客下 都要了解一些相关的 相关的词源或者知识 问题是什么来着 十一少年的秋天 然后就是最后就是那个我们 创三了 对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目前是Rise迅农季 后面将会变成十一少年的秋天 希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十一少年的秋天 因为是我们自己的节目 有好笑 又激励 又理智 又好看 我觉得腾讯啥综艺都有 深井稍额 很喜欢 说起来会很自恋 但是真的就是我们的小团宗 真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记录了我们的生活 可能你自己在玩的时候 都没有感受到一些很有趣的点 但是在你再去看的时候 你会感觉 哇真的好有意思 其实如果大团宗出了的话 我觉得我肯定天天看的就是大团宗 唱到影 这还用问吗 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演员请就位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段表演都特别的让我记忆深刻 慢生活综艺 平时工作就是会相对比较紧凑一些嘛 然后喜欢在吃饭或者休息的时候看一些 慢生活的 我最喜欢看《创造影2019》 因为那是自己参加的第一个节目 中餐厅 亲爱的客战我全看 我吃饭的时候都是打开腾讯视频的 对 幸福山重做最近有在看 我经常有刷一些片段 然后自己也会去看这样子 我要打篮球 主要大会我特别喜欢看主要大会 也很请就位 看的都是电视剧 我最近在看《没有秘密的你》 刚开始就是因为我们唱了主题曲嘛 所以就去关注了一下 结果一看就停下来了 让我回忆一下做饭的 所以最新有出的那个幸福山 对 最近我特别喜欢一个腾讯视频综艺 就是那个演员请就位 真的真的真的特别好看 真的特别好看 最喜欢腾讯的超新星运动会 演员的节目 我觉得是腾讯做的会比较多一点 其实最近是一直在看《演员请就位》 然后我还看了口红王子 就是最近我每天化妆的时候 就会看这个《演员请就位》 然后觉得 就是一个很考验演员的一个舞台 然后上面导演们的点评 也值得去学习和去取经的地方 所以看那个就是在学习嘛 当下我最爱看的 当然是超新星全运会 最强下饭综艺 拜托的冰箱 主要大会也会看 很多节目都会看 哇好多都看 合唱到三百 美食告白鸡 最近比较喜欢看的是 《演员请就位》 对 是吧 我觉得确实做的非常的棒 看正绣类型的 这个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还有吐槽类型的 然后运动类型的话 可能看篮球会比较多 我的所有的篮球的比赛 全是在腾讯视频上收看的 我们下期再见